效力过中职郡国熊,新浓牛与三沙虎的张建勋,随着1999年虎队解散后,决定不再走棒球路,而是投身装潢,至今也是个年头,对于多数球员选择的教练工作,他说,从来没想过。 张建勋在郡国熊时期报戏资料照分享,张建勋并不缺乏出任教练的机会,英哥工商总教练王转家就曾招揽,但他说个性并不适合需要耐心的教球工作,还开玩笑说,我觉得我会打小孩,只是现在不能打小孩。 张建勋离开职棒后,原本要跟着亲戚到美国发展电子贸易,但感觉跟不上快节奏的步调,后来与董事长乐团大军等人投资黑风窄餐厅,同时间郡国熊老板白毛陈一平创办passion杂志,找他担任特助。 张建勋在三杀虎时期报戏资料照分享,跟着陈一平到处走动,张建勋认识不少政商名流,也学到一件事,赚钱是不必去设定会发生什么事,这样的想法也让他对于工作,事业不涉陷,之后到工地工作与现在代理无风无声的节能空调,都是来自这个想法。 结束特助历练,张建勋到朋友的工程公司上班,转站工地,他下说第一次监工,差点被警察抓走,当时工地是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办公大楼,完全看不懂施工图的他,一开始就把大门拆了,之后工程产生的粉尘沿着中间的天井蔓延到整栋大楼,引起住户不满而报警,警察真的来关切。 隔天张建勋只好把一间间的门擦干净。 张建勋到大陆谈生意,托张建勋提供分享,这个惊恐经验并没有把他吓跑,反而就此投身装修工作。 他表示,棒球员从事工地工作的强项,就是我们不怕累,哪有什么工作比打球更累的。 要能在打球训练中活过来,不仅需要兴趣,更重要的是体力与耐力,还要忍人所不能忍的友情与无情操练。 球员经验加上日后兼职球探工作,张建勋认为,耐力是天上的,从小就要忍耐不合理的训练。 被教练管教,被学长欺负,熬过这些才有办法当上职棒球员。 他还说,要成为一位好球员,有太多的障碍要克服。 过去在职棒场上团队合作的经验,成为张建勋从事装潢的养分。 在安排木工、水电、厂商、设计师等不同单位进场时,完全发挥了作用。 这些零散的工作需要管理头脑,而张建勋都能处理的有条不问。 在棒球之外,也成功走出人生的第二条道路。 离开职棒的张建勋近十多年从建筑装潢业开启转职人生。 记者黄丽华摄影分享。